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那我昨天講的 終以成真 我今天在YouTube的標 YouTube的標語 我只寫了一段 免疫細胞療法 行情才要開始 長勝新的一波的起漲點 如果你錯過就是三年後了 就好像我在108年4月15號 開始帶會買90塊的長勝一樣 那長勝曾經最高的到500億 那這一波因為有些會員已經 到期的他 應該講會員到期 我還是講他一句話 只要是我的會員 只要離開我 除非他未來不玩股票了 因為他離開我了 他一定是賺到錢才會離開 而且參加我的會員幾乎都是賺很多 然後他離開了 會起到離開了 除非他不做股票 如果他再做股票下去 我告訴你 會從我這裡賺的 在別的地方輸很慘 可能還會去家蕩產 因為太多案例了 太多案例了 我說我是個人格者 我們六七月長勝 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來看 7月22號的長勝 299.5 開始 7月22號 7月30號 就這個月以來 這個月以來 292 來這個月 298 287 300 294.5 就你才看到那天300 來 294.5 好 281 而且我也很清楚的跟各位講 我就拿RSI說 他從510跌到344.5 這叫標準的A波 B波緩彈 C波修正 修正到318 而且我講得很清楚 318以下全部超跌 那為什麼超跌 因為RSI 344.5的RSI在這裡 318的RSI在這裡 這是標準的 我叫技術指標的標準走法 可是318以後股價是創新低 但是RSI你看 RSI沒有創新低了 我說在這裡 比 比賽看結果 再比耐性 比毅力 好 再看 來 8月10號 總共有幾天的時間 你們無法去想像 282 有幾天 我說總共有25天 總共有25天 都在300以下 你看 25天都在300以下 這個時間有多麼人做桌線 好 287 都在300以下 總共有25天的時間 我說有誰有能力 有誰有這個耐心可以這樣摩 271 最低263 我說263最低 好再來 269 都在這裡 而且RSI 我不斷的用RSI 每天都跟各位講一遍 好 周縣 好 那這個是禮拜一 279.5 好 這是昨天 274 好 這是前天 這是昨天 275.5 我都沒有改變了一張圖 我就告訴你 股票市場它是有一定的脈動 318以下 用RSI來講 它叫超跌 好 這是昨天 然後我們來看今天 好 這今天 這今天 好 第一個RSI在這裡 黃金交叉 我們看這一段 RSI下來 從334.5緩彈到492.5 緩彈多少 緩彈到158塊 158 這個也不過在這裡 比黃金交叉一下子的時間 就漲了158塊 這段時間下來 拿到緩彈 結果它這段時間 我們叫西坡的修正 已經嚴重了超跌 那超跌從7月22號到今天 好 今天正式黃金交叉 好 各位去算 好 這是今天 今天總共 漲停板有1345公司在這裡排隊 303塊 各位你去想 我剛剛給各位看 你看從7月22號這一天 也就是在這裡 7月22號到這天 從來沒有300塊以上 從這裡開始 都在300塊以下 今天 怎麼奇怪 到了303的時候 反而有1345張排隊要買 你想到什麼 每天都可以買 還有260幾 270幾 280幾 290幾隨便買 為什麼大家不買 為什麼大家不買 今天漲停板 有人要來排隊 那我也解釋給你聽 我說在這裡為什麼會下來 從7月22號到這裡為什麼下來 我說我揍一檔股票 揍一檔股票老師 如果對他不了解 他怎麼敢揍一檔呢 那 我剛剛在講 一塊米 一塊米是百種人 一塊人 一塊米 大部分的人 因為看電視 很多人都看電視 看到 我剛剛在講 不知道有沒有靈魂 不知道有沒有頭腦 因為看電視 從1點半收盤 到晚上 只要台上的分析師 都是用歸 歸山 歸水 歸好爛 用歸 我去不去講一檔股票 我說我每個月都在燒200萬的節目位 我比各位更急 我當然希望我的股票漲 可是股票它是有賣動的 我常常在講 你們在急什麼 你們在急什麼 你如果急 你就去搶一檔 不是更快嗎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膽子 你就去買3D 列印機 自己印鈔票 你看要印美鈔 印歐文都可以 有什麼好急的 賺得到錢 比賽看結果 所以今天來 請問這25天以來 為什麼沒有人要買 今天漲天板熟了1345張 而且它才要開始 為什麼 你看這裡就是RSA才正式黃金交叉 這裡的RSA也不過 黃金交叉一下子而已 它就漲了158塊 這樣就158塊 這一段會漲多少 那我說這一段為什麼會下來 我每天都解釋給你聽 我說我的會員 你想好了 我說我的會員賺錢就罷了 可是你可以賺更多 來我們看這裡 這是7月22號來 7月22號到8月25號 所謂的賣超 賣的 原大松山賣的482張 我每天都講一遍給你聽 原大松山是我的會員 成本120到130 那它從7月22號賣到昨天為止 這就賣了480張 那7月22號到現在也就代表 平均 因為今天縮盤 今天縮盤 303 這裡最低263 我們把它平均280好了 280好了 差20塊好了 那也就是代表這482張 482張少賣今天的掌聽板 少賣了20塊 你482張賣給他可以 他有一些345 你就單單賣給1303 這482張賣給他可以 就差20塊 480張多少錢 960萬 所以我有時候想一想 我有時候想一想說 你九百六十萬你不要賺 你因為你計較 你說我可能合約到期了 會期到了我不參加了 那不參加 你就算繼續續約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多少錢 那你不要 那你不要你就自己賣賣賣賣 以為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你就賣啊 結果各位算得出來吧 303482張從7月22到現在 因為7月22到8月25沒有超過300 所以這482張我把它賣 算是最近的金價 263到303算283好了 差20塊 那這482張賣給他很好賣 1345張 那20塊就960萬 那我昨天講過嘛 像這個其實他算有1億啊 後面就少賺這1000萬嘛 以今天來講少賺1000萬 以今天喔 960萬嘛 我說是台灣人 台灣人 大部分人都這樣子 利潤不厭跟人家共享 那利潤呢 看電視自己做 看電視自己做 我常常在想賺錢就算了 可是你可以賺更多啊 對不對 有時候我在想 我為什麼老是拿這一張 我拿這一張 我一直在想說 我是這種心態 可是大部分的人大概沒有這種心態 大部分人就是來 500年前受人 點滴金釋當勇錢以報 我的心態是很簡單 我講一檔股票 我說我每個月燒200萬節目費 如果真的是為了要收會員 賺會員的錢 我就跟其他投顧老師一樣 月山月水 每天都買漲天板股票 因為只要我當日去搶漲天板 隔天可能還在漲 運氣好一點三支五支漲天 那你就以為我很厲害 你停就乖乖拿給 拿來當會費 不是這樣子嗎 我相信你們參加很多投顧 都是這樣子啊 那我說為什麼有人 為了一點點的節目費 然後呢 然後合一道就不要了啊 自己玩啊 自己玩 那我在想 你本來可以賺很多的啊 而且不是一個啊 來 再看這一個 好 情意敦然理論上也是我的客戶 我常常在講嚴大心意 這個也是我的客戶 124張 看到齁 這兩個應該都是我的客戶 每三個都是不是 好 情意 嚴大心意 我每天都要講嚴大心意 你看124張也差多少 差算20塊就好了 這裡是2400萬 240萬 這裡960 這240萬 就已經 問題是漲停板鎖起來 後面 他才是起漲點而已啊 好 那重點又來了 我們先看今天 因為今天漲停板 漲停板 我一定 應該講說 大家都可以重來 今天啦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因為漲停板 所以就168 只有今天168 你打電話來 168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打電話來 好 那為什麼要 來 為什麼只有今天168 這有什麼含例 你要有 實際有動啊 有在做啊 而不是 就是收盤以後 在講故事啊 就像其他投稿的時候 收盤以後 那一刻也漲停 那一刻也漲停 追漲停也是漲停啊 追漲停 漲停的就好人去追 那也是漲停啊 也是現買現賺啊 賺什麼 賺那個登啊 對不對 來看我們今天來 來 8點28分 長勝 因為外資昨天買33張 好 UMSC017A 接受台灣TFDA的GTP查查 以台灣開往 開啟臨床 那UMSC017A 已經在今年8月 向美國FDA提出聯度報告 好 那很重要 為啟動緩彈前 先全部續報 為啟動 因為還沒開盤嘛 為啟動緩彈前 先全部續報 好 再來第二 第二通9點28分 9點28分代表才開盤 來我們來看 今天開盤開這裡 9點開288 9點2分大概在這裡 283.5在這裡 看到 283.4 282 28幾 看到到9點5分 都在286以下 好 那我發什麼樣的call信 再看 收盤286以上 確立新一波多頭公式 開盤的時候直接誇張 因為開盤開288 確立新一波多頭公式 有減少持股的請前數買回 你有減少的 你有賣的人不管 請前數買回 好 那未來的操作 這個是浮動的 這每天 這個每天的價位都會改變 也就是停立新順的 每天都會改變 每天都改變 到了8點26分 當然 第一支掌停報老 我在電視講的 我在這裡所講的 跟我帶會員操作 是百分之百 就是這樣操作 不像其他投稿老師 他還是百分之百 沒錯 可是他是買10檔 買20檔 把對的拿起來講 他沒騙你 他百分之百操作 也是真的 問題他是拿出 對的不對的不拿 一般的投稿老師 一天買五檔股票是正常的 有人一天買40檔的 然後不對的時候 只發一頭科信 全部出場 不管你什麼股票 全部叫你出清 重新再來 再玩你 把你玩死 所以為什麼我說今天 你們假設有常盛的人 因為為什麼 來 因為他今天才正式起漲 為什麼叫正式起漲 好看這裡 台積電 投降的時間 你看這常盛 好 台積電這裡 你看賣出買進 賣出買進 有沒有 賣出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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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盛 台積電目前是多頭 因為他買進信號在這裡 好看常盛 常盛在4月13號510塊的時候 510塊 好到了4月13號出現賣出信號下來 到334.5最低 因為賣出信號出現一定有低點 510就是高點就確立 好到了334.5最低 等到5月14號出現買進信號以後 一路逛到492.5 好6月2號出現賣出信號 所以492.5確立高點 同樣的邏輯 5月14號出現買進信號 334.5確立低點 每一次的信號都確立上面那個點 高點或低點 好6月2號出現賣出信號 所以492.5就是高點 好結果我說 你看過一檔股票 從6月2號一直一直一直整理整理 都沒有反彈 你看都沒有反彈 紅色信號都沒有反彈 等到今天 所以今天跟你確立263就是低點 這263永遠不會跌破 除非未來就像這樣 你出現賣出信號 你賣出信號出現 334才跌破 那 滿金信號出現一定公一波 然後這裡才真正的起障點 也就是說今天是正式 技術指標的起障點 那未來會可能0.382 0.5 0.618 0.809 或是回到500億這個位置 未來就是高難度操作 所以我才有來 未來每天所謂的停損停利點 為什麼273叫停利停損點 你買在273以下的叫停利 你買在上面的叫停損 可是273是今天 那明天開始這273會變化 可能會往上降 因為股票市場高五點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叫停利停損點 也就是它的支撐 破了支撐 推出來就好了 那我每天都提醒你 假設你有六七二長勝 這段時間再講一遍 什麼最好賺 第一個 它既然跌這麼深 這裡最好賺 這裡啦 就好像這一段漲了158塊 那這一段到底會漲多少 我昨天也講得很清楚嘛 對不對 我昨天怎麼講 我說你10張 一天多少錢 來看今天 你一天 你只要10張的人 今天就差多少 來 昨天275.5嘛 今天303嘛 這樣多少 27塊嘛 是不是27塊 10公里7萬啊 你不聽我的 你先去排隊啊 你就排啊 20張呢 10張27萬 20張就54萬啊 30張就80幾萬啊 所以我說股票市場喔 敢做一檔股票老師 我問你一遍好了 不然你來做老師啦 老師給你做啦 沒有 老師讓你做 一檔股票從4月喔 從4月1號 從4月2號 這樣修正下來 4月200萬燒了 5月200萬燒了 6月200萬燒了 7月200萬燒了 7月200萬燒了 現在是8月也燒了200萬 那你看到我現場 在講6、7月長生 5個月燒掉1000萬 你花得起嗎 你花得起嗎 那為什麼這樣子 我還是那句話嘛 既然是我的會員 就算你只有一個會員 就只有一個會員 擁有長生 我一定也也把你帶到 帶到讓你全身而退 那問題是有人賺很多啊 163一月8月也賺很多啊 那上面還是有人買嗎 因為有人買了 因為套住才來參加我的會員 可是我說我是個人格者 我一定把所有的會員帶到 但是如果合約到了 你不要了 對不起 那我無能為力啊 所以重新再來 大家重新再回來 趕快回來 來 長勝才正式又新的一波 所以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168 好 那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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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搶先報 所定非凡 掌握未來 初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为什么这几天以来我不断地在提醒你 长盛有外资要进来买 而且是新的外资 你们不相信吗 对不对 而且我说这几天就会买 来 9月1号 ICA投资公司 一家很大的香港的ICA 你看到的免疫细胞的肠 都是理设理管级的 连星都没有 连一颗星都没有 所以人家外资 就是这些很多钱的大的资金的锁定长盛 然后要跟贵买 政府单位 举办我们叫华收会 我说一定会有人进来考位 你们不相信啊 我这几天都告诉你 来 这是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的新闻 8月20号 这里你们都 应该这样子啊 谢老师看起来很猛的 好像好大的 真正 你们大家看起来 我真的看起来好大 傲了 说一国没有真的好大的 我说我是一个人格者 我如果要赚你们的钱 要赚你们的会位 我们每天都换股票 每天都有涨停板 其实你们参加过头顾 你们自己知道嘛 就单单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现在八月 单单我讲长盛 就烧了五个月 一千万的节目会 你们有缴我钱吗 你们没缴我钱啊 那问题是什么 因为有人是我的会员嘛 我就必须顾好他嘛 我一讲一讲 涨停板的股票不是我的股票 别人的股票 那有时候想一讲将心比心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有人要买嘛 结果你们不理他今天跳上来涨停 那我们看今天有一则信息 最后一则信息 来这是二十号就昨天嘛 好 这里面的利多 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CAR NK 好 这里面在哪里 其实 其实一家公司要突破百亿的细胞治疗 这我不能把它讲给各位听 突破百亿炎价值的关键在于什么 CART T嘛 可是长盛不是只有CART T 长盛叫CAR NK 我也拿说 好 有一个所谓的免疫蛋白的 也就是 HLAG的 白血球 白血球抗炎的 这家公司被病就多少 三亿美金 对长盛来讲它是非常简单的在这里 来 看到 好 在这里我们看这里 CAR NK 细胞胞把 HLAG 也就是 白血球抗炎 长盛对这个来讲 他都对他来讲 它是轻而易举的东西 那吉利德去并购这家利送 就是三亿美金 才并购50个person 那你说外资不会找正顿未来有潜力的股票吗 而且长盛动不动 你就要看到做CART都是超过百亿美元 超过 他的市值都超过百亿美元 长盛现在才多少 长盛股本6点多亿 现在300块也才180亿 180亿离千亿美元 有多远啊 好远啊 去想象 哇 好大 各位在这里 所以我说 再看一遍 9月1号 那这个外资法收入一开 那个钱一定会进来 我昨天说给你听 剩5天 今天 明天2天 下礼拜2天 9月1号 礼拜3 5天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剩5天 你不买别人会卡位 所以我才 为什么才 来 我说只要你有长盛 或你做过长盛的人 赶快回来 今天只有今天 因为今天掌听板 所以168 给各位 重新开始 因为他才在起账 再看一遍 你去看一看 这里黄金交叉 也不过一点点 在高 在等于是在上面 在670块 670的RSI黄金交叉 就涨158 他在底部的RSI 在这里 230的RSI黄金交叉 他未来会涨多少 好再来 各位 我说一档股票 你看都有买进卖出 这是正常的 可是围堵长盛他是 4月13号出现卖出信号 等到了5月14号出现买进信号 这里时间也不过才一个月 既然这一次从6月2号出现卖出信号 一直到了今天8月26号 这有多久的时间 走了这么长的时间 今天才正式出现买进信号 那代表什么 我昨 core讲的 你们都没有啊 你们有没 谁还有你告诉我 有谁有办法忍受25天 在这里跟你磨 所以我说比赛看结果 因为还没涨 9月1号才是起账点 这样讲比较快的 不是今天 因为9月1号 划收了以后 那个资金进来 我说就买不到 我常常在买不到 你們不相信嘛 對不對 我說你們都不怕買老爸 今天是不是買不到了 是不是買不到了 我說這樣 你們不跟著我 你們不怕買老爸 不是這樣子嗎 我說真的 我說你們到時候真的買不到 有的 還有的 還是想操作的 來 我們今天只有今天 來 168 趕快來 為什麼 因為 各位你看就知道 它才是真正的 才要開始 今天才正式黃金交叉 它未來的想像空間有多大 打電話 沒討厭的時間 再會